好 回到台灣的郭文貴 那關於柯P的小內閣 我們還要來看到說 現在有看到林選的嘛 那也有看到柯P自己找 像剛剛講到莊淑芬這樣的角色 自己找 但是呢 最後結果會不會是實驗的結果 能不能成功 當然恐怕要一段時間來試驗 我趕快請教費鴻泰委員 好像你一定非常認識白秀雄 很熟 對對對 那白秀雄這回被柯P請去 也是讓大家覺得 果然是在野大聯盟 好 但是他領軍的這個社會 社會局長的林選委會 到現在告訴你 人找不出來 問題出來哪 所以可P嗎 我想這個市政府 柯文哲先生當市長 不是唯一的嘛 全台灣有22位縣市長 是 而且每四年換一次 有那麼多人當過市長 基本上大家去用人 還是要第一個 像剛才前面一個 我們勞動局長說 如果說你不用我的政策的話 他寧願不幹 我想這個是需要斟酌一下 市長最後是負全責 因此他找了政務官 最後的政策 還是要跟他的理念 基本上是相契合的 不是 艾布廷來很難理念相契合 所以說我剛才講的 不是只有台北市一個市長 有那麼多個市長 人家是怎麼用人的 那是太傳統了 基本上是 我覺得傳統也不見得代表就不好嘛 是沒錯 傳統也不代表就是老舊嘛 對不對 你舉例像陳徐縣的用人是怎麼用人的呢 賴清德怎麼用人的呢 其他的新的林佳洛 他們用人 基本上如果說你有行政歷練的話呢 基本上你要人家推薦幾個 談一談 你的能力怎麼樣 你的操守怎麼樣 你的耐操度怎麼樣 你的配合度怎麼樣 格員之間還是要配合 因為很多的業務是跨局處的 當然 所以這幾個條件裡面 我找一個我適合的 我信賴的 大概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最後的責任不管怎麼樣 還是要你來負責的 因為市民看到 不跟人家說 對不起 這是哪個局長的事 這是不是的 不是的 而且我是覺得這個方式 剛才講 上面那段 他要去做這種嘗試 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的政策到底是什麼 他能不能跟你配合 這個人的操守能力 企圖心 Ting work 是不是很好 我想這應該是一個中盤考量 對 當然是 那既然柯P要開放他的 所有局局所長來源的分母 那希望更多人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 在大聯盟 沒有真正自己的人 那怎麼辦 不管大部分人員 恐怕來自於綠軍 但是現在開放來徵選人才 當然是件好事 我們接下來就帶你來看看 好 那接下來的 這位第三位還沒出現的副市長 到底是不是就是莊淑芬 我就請這個 洪輝帶大家來看 我們今天把莊淑芬 以及現在已經出現了 各位女將都放在這裡了 特別是政府的女性的主管 現在也不少喔 還不少 但是莊淑芬 可能嗎 剛剛有說到 到現在沒有回應 因為他只是內定 然後還沒有答應 還是我們現在談 他都已經即將成為過去式 我不曉得 因為這兩天 大概最主要的焦點 那個亮點 除了杜發局長之外 就是這個副市長莊淑芬 因為大家看到莊淑芬 因為她算是廣告界名人 是 那所以這個履歷非常非常亮麗 而且又是女性 因為我看柯P他帶三個副市長裡面 他其中有一個就已經鎖定 就是女性 是 那不過剛才好像聽過 鄭亮和嘉欽都說 現在莊淑芬感覺上 感覺上 沒有回應 他的可能性現在好像 是不高了 因為到現在沒有回應 感覺降低之後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 那我是覺得他整個的女性的首長裡面 就是說他的比例 老實說我認為還不夠 因為你如果跟其他歷任市長在做這個 就是說在政務官裡面 女性的比例 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並不是特別高 因為其實這幾個包含 圓明會 圓明會的 或者是官傳局長 過去這個在好隆斌時代 還有勞工局長 對 都有女性在出任 然後剛才講社會局 在之前我們社會局長也都是女性 而且連續 我印象裡面 好隆斌市連續兩任 社會局長都是女性 那當然蔡碧如是因為他在台大 要看他們戒掉 那另外秘書長 我印象裡面 秘書長好像在台北市 沒有出現女性 但是顧市長已經有過女性 所以我覺得他整個的 在性別的配置上 我覺得他可以再努力 再增加女性的比例 但是我覺得我對整個的 就是說現在 柯P的小內閣 我有一些一些意見 就是說 這個我看媒體有提出來 因為從他的副市長林青榮 到他公務局長 捷運局長 這幾位還包含秘書長 都是跟台南市 跟高雄市來借將 那我覺得你跟其他縣市 有他有行政首長的經歷 去借將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但整個看起來 因為柯P因為原來打出來 那個核心價值是超越藍綠 但是在用人的時候 至少到目前為止 如果是跟其他的 從中央到地方的首長 去借將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感覺上是並沒有超越藍綠 那我們也必須要講 就是說現在 就整個的這個 11月29號 他這個縣市首長交替裡面 你說原來的台北市 或者是桃園縣 或者是台中市 沒有很優秀的政務官嗎 我不相信 對不對 但是好像這裡面 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 有類的 像鄭文蔡林志堅有的有留任 沒有 我現在談論的是柯P 他也可以去挖 他也可以去挖 南軍的縣州 我現在討論的是 柯P的小內閣 就是說我覺得林志堅 跟鄭文蔡 如果去留任一些 原來非常好的政務官 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現在不要說 台北市的留任的 其他外縣市也 就弄來弄去 好像都是只有 台南市跟高雄市 所以又有人會質疑說 那你的內閣的人士 有真正的超越藍綠嗎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就說 我並不是說 現在來的一定不好 所以我們本來就要 給人家一些觀察期 然後給他有一個 施展的空間 但是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人事上 沒有真正的超越藍綠 我覺得是應該要假把 是好 謝謝洪威 好 那現在只能看到 有一點藍的味道 就是鄧家基副市長 當年的新黨 其他都有藍的背景 現在看來恐怕是沒有 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蘇利瓊 是跟高雄市借來的 那原本檢民院就是民進黨的 特別市議員 那這個蔡比劉 當然他有黨 無黨不重要 但是這個黨應該都要退一退 柯比講的 這個進入他的舒服團隊 都通通要退一退 好 那請教徐家經議員 那你覺得莊主芬是已經在會了嗎 過了那個答應題 給的dayline時刻了嗎 我相信如果莊這個總 他莊懂他願意的話 也絕對不會因為錢的關係 因為錢不是問題的 對 因為他過去已經在這個 因為錢就都不會來 商業 根本沒有討論 因為他商業的發展 他已經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不會因為錢 而純粹是要的話就是使命感 但是我相信他最終在考量的是說 這個角色跟他自己 能夠發揮的能量之間 能不能match 要能夠結合他去了 才不會把他自己的 過去的成績給抹殺掉 如果說他覺得說 他可以接受這個挑戰 我相信他就答應了 可是他今天到現在 其實沒有答應 我個人可能判斷上是 答應的機率就不高了 你說不能發揮以外呢 跟柯P的相處是個問題嗎 跟柯P相處我想他還可能不知道 還沒考慮到 所以還沒去面談 對 還沒考慮到這一點 比較是他可能 我認為他可能還在思考說 到底副市長要幹什麼 對不對 老實講 副市長的業務內容還真是包三包涵 我可必要告訴人家 你找人家來他 因為我們三位副市長 其實是各有專長 各有職私的業務內容 有的是專門管這什麼工程方面 有的人專門管這個設政啊 文化啦 民政啊 有人又是專門這個建築啊 等等的不一樣 所以我是覺得說可能莊淑芬 這個他還在思考說 那我的專業 跟我未來要擔任這個角色的專業 我能不能真的散入其分 那如果不行的話 我覺得他不會接受這個挑戰 我覺得能不能相處這件事情 不是在他考慮之列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他今天能夠做到大中華區的副董事長 在澳美集團 他見識的人已經多了 什麼樣的人他沒看過 而且你要知道 在廣告界 欸 奇才很多的呢 那種不按理出牌的人很多的呢 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的很多的呢 他會要尊重專業對不對 他要尊重他的創意 所以我覺得人的相處不是他考量的 而是說他今天去扮演那個角色 會不會影響到他未來的這個個人的定位 所以這件事情我想是 今天其實柯P可能也接觸過很多人 到目前為止大家還沒有答應 是 大家 類似都是這樣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一直在說 我就說我們今天最好的一個方式是說 藉由這一次選人的過程 好好的讓全民了解 一個市政府的組成 各局處到底都來幹些什麼事情 那柯P自己也已經做了一個角色 就是說他在網路上開始公佈了 當選的第一天開始就公佈說 你們要監督我 你們要監督我 然後你們要評分我 但是同樣的 各局處也要做類似這樣的動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放的政府 一個公開透明的 一個很好的實驗 如果在台北市可以成功 我覺得台北市的數值最高 議員也數值最高 因為大家都會比較理性問正 如果有人亂來愛作秀 老實講 你一下來 你在你辦公室電話 你就接不完了 所以我很相信說 這一次不管他實驗是成功或失敗 都會是台灣民主轉型 一個很好的開始 好的開始 希望是成功的一半 那到底是不是有達到 柯P在選舉過程當中 不斷喊的公開跟透明 光是剛勞工局長 勞動局長的這個 臨選過程當中 是不是黑箱 其實勞工朋友們 自己都認為是 所以說像柯P講的 不是一步到位才要去做 如果凡事到一步到位 那叫完美的 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大家要給他時間 對柯P大家會寬容會容忍 對其他人不會這個樣子 待會後來我再帶你看看 如果對朱立倫要喊出來 他要修憲 他要帶領國民黨 邁向一個新的境界 那麼他喊出來的部分 這個修憲是個超級大工程 完全不能拿來做實驗 大家接受嗎 這個時刻蔡英文 給民進黨要怎麼樣的接招 喊了所謂的國事會議 台灣未來的發展 雙英倫之戰已經正式開打 我們待會繼續分析